如何告别你的卡卡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顺 到底是为什么呢 老师今天有三部曲 要来跟大家分享 而这三部曲 其实事实上运用在 如果你从事的是 跟人互动的工作 甚至你做的就是业务销售 今天的内容也会非常受用 好 来 第一个关键就是 跟自己好好说话 怎么说呢 好 你会发现到说 很多时候我们会卡住的原因 其实就是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看到负面的讯息之后 也产生负面解读 或者说这个讯息本身 它只是一个事实 它没有正面的负面的 但是我们却怎么样 却透过我们的解读方式 反而让我们卡住了 好 那怎么样就是 跟自己好好说话呢 好 其实呢 老师今天分享这个观念 很简单 好 甚至是怎么样 各位是我们很多的 这个老师在做反读的时候 会演讲的时候 不断提及的观念里面的核心 好 跟自己好好说话 关键就在于这几个字 叫做不要忽略自我的情绪 什么叫忽略自我的情绪呢 好 各位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会去压抑我们的 这个当下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可能怎么样 透过 应该这样讲 我们说在我们 从哲学的角度讲 有三个我嘛 一个叫做自我 一个叫做本我 一个叫超我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自我呢 其实就是在本我跟超我 中间的微调 而超我就是社会的期待 社会的标准 好 就是我们讲说 你长大了以后 你觉得该怎么样子 跟人互动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潜规则也好 那什么叫做本我呢 那这个本我 当然就是你原生的欲望 你小的时候呢 各位刚出生的小婴儿 他只有这个本我 他并没有这个超我 那我们渐渐长大之后 我们怎么样 在这两者之间 微调形成的自我 而老师今天想要跟你讲 就是在这个自我里面呢 好 各位 我们应该多觉察 本我的存在 好 你要记住 我们往往会产生的 这种所谓的负面行为 让我们的人生卡住的 这种负面行为 这种所谓的背后呢 其实呢 往往是属于二次的情绪 这个二次的情绪呢 就会很容易变成是怎么样 是愤怒 所以当我们今天生气的时候 其实往往前面啊 是有一个原生的一次情绪 而往往怎么样 很多人都忽略了它 好 各位 在愤怒之前往往是什么 是不安 是焦虑 甚至呢 老师跟你讲过呢 所有的源头 负面的源头 是恐惧 可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我们没有去 好好的去对待也好 或者是思考也好 于是最后面 只是剩下了愤怒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 我说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生气的原因啊 是你做了哪一件事情 还是是因为你这个人 好 是那件事的问题 是行为上的问题 还是是因为你呢 好 各位这是要厘清的 我说很简单这样想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 你爸爸妈妈会那么生气吗 所以往往我们觉得 对方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们生气 其实背后有可能 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其他的一次情绪 例如说我们担心的是 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他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态度面对人生 他以后怎么办呢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其实是在自责说 我是不是没有做好 爸爸妈妈的角色 我是不是没有当好主管的角色 所以这个一次的情绪 我们没有处理好的时候 接着怎么样 各位 我们第二次的情绪 往往生下就是愤怒 好 例如在发部署 或孩子脾气的时候 其实心中最早的可能的情绪 是惋惜 说他怎么会这样子呢 有没有 那这个惋惜这种感觉 到后来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生气说 呈现出来 所以呢 也就是这个引发愤怒的引现 其实也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 而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外在 举例你回到家里面看到 小孩子怎么又这么乱 怎么这个房间就没有整理或干嘛 那你明明今天跟你的另外一半说 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 你要帮我处理他 就你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么乱的时候呢 好 其实你心里面 那个气的是什么东西 好 那个气的是 并不是看到乱而已 那个气 而是觉得怎么又如此呢 事实上是带点无奈的感觉在里面 奇怪了 为什么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猪队友呢 好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一次的情绪 各位 我们怎么样 往往并没有好好地去处理发现 而只是怎么样 针对了当下外在的事件 而发怒 好 各位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先处理这个发怒的引现 先把它处理好 你就会发现到说 各位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来传达 我们自己的一次情绪 好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叫做自我的同理 这个自我同理就是问我自己 我到底在气什么 我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出现 所以当我们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 各位 也许怎么样 我们已经走到了后面 我们自己不置之 好 所以如果你要告别你的卡卡人生 你就要练习 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然后不要忽略自己的情绪 然后找到你的一次情绪 好 各位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好 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 好 来 那我们先讲 在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呢 你可以掌握这三个关键 好 在与自己对话 你先整理这件事情 而且这三个关键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清楚地描述现况跟理想的差距 好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老师刚刚跟你讲的时候 你回到家里面 你看到这个状况 好 那你的期待本来是什么 好 所以各位 这个现况跟理想的差距是怎么样子的 好 一样道理 各位 如果假设今天你从事的任何的业务工作 我们常说你要找出你的问题 其实问题就在于现况跟理想的差距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沮丧 你会觉得怎么样 觉得好像感觉起来没有动力 好 各位 这可能是所谓的 这个已经是二次的情绪 那一次是什么呢 好 你可能先去觉察说 现况跟你讲的差距 再来 好 透过书写 写下你现在能够掌握的环节 就是你的失利的地方有哪些 好 我现在只能怎样怎样怎样 其实真正的焦虑点 真正的可能让我们害怕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能够控制的跟我们不能控制的 我们了解了现况跟理想的差距 那这个时候呢 好 你就会发现到说 好 你的情绪其实已经怎么样 能够被你深度的觉察 那么你的二次情绪可能也就会怎么样 也就能够我们讲说能够暂时的怎么样 OK 应该说它就没有被引起 好 来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 叫做表达自己想法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处理了我们自己的一次情绪 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内心当中 其实原生的所谓的担忧 焦虑 恐惧是什么 那么接着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表达出来 刚刚是在我们自我的内在同理 那接着什么 就是怎么样子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好 无法掌控的部分 就是需要请人协助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整理出来 原来我们真正无法掌控的部分是这些 那么我们就要跟对方好好的沟通 来 那怎么样得到想法 应该说怎么样表达想法 才能够得到协助呢 好 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核心 你一定要回去好好的演练这个技巧 那这个技巧呢 无论是我们在对客户 对主管 对孩子 对爸妈 OK 都非常好用 不论是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同侪兼的 这个同辈兼的这个横向领导 或者对上对下都很好用 好 各位今天就要跟你分享 它叫做DESC法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 什么叫D呢 好 就是描述你现在当前的状况 让对方知道 好 例如 我看到你的业绩没有起色 这个就是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呢 尽量描述的是事实 OK 好 接着呢 说明你的感受 观点 想法 针对现在的状况 表达你内心的感受及想法 也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你的一次情绪 好 比如说 OK 没有起色 我其实替你有些担心 我觉得 好 感觉起来怎么样 甚至什么 各位 我们可能是恨铁不成钢 那种无奈的感觉 或者是唯有压力 我都要跟你怎么样表达清楚 好 比如说你也可以说 跟老板说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这批货 可能不太容易赶得出来 说明是 因为这个人手太少了 然后呢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现在有压力 我怕到时候延误了 这个交货的时间 好 接着呢 很重要 当我们表达了 我们的内心想法感受之后 然后呢 我们要给出提议 你提出自己具体可行的方案 好 你要记住 这个具体可行的意思就是说 好 各位 我们要求的不是对方的能力 我们是要征求对方的意愿 所以 如果假设这个体验是说 你能不能怎样 这个是有能力上面的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你能不能怎么样 我们讲说 再有动力一点 你能不能全力以赴 这种提议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提议的关键点是什么 是征求对方的意愿 例如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拜访客户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可不可以请你在拜访客户的时候 把这个你们的对话录音下来 回来让我看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提议呢 它其实是要具体而且可行 那只是要征求对方的意愿 OK 好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 如果真的这个公司的人手不足 那你可以跟主管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月 招募新的能力进来 好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要记住 我们的提议呢 对方呢都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好 另外一种是 我再考虑看看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反正呢 他可能答应 也可能不答应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要先思考过 对方所有的选择 他说答应说好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应他 他如果说不好 我们又怎么回应 所以呢 各位 这个选择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创造出来各种选项 来应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为什么会卡住 就是我们 要么就是不懂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就是自己的想法 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然后跟别人产生这种连结 让别人来协助你 渡过难关 各位 所以呢 这个DESC呢 是你要在跟别人互动之前 准备好的 那你没有发现到吗 其实我们在做 这个业务销售不是也如此吗 我先跟客户描述现况 然后说明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 要推荐你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什么 OK 针对这个现况说明 接着我给你几种方案的提议 无论对方怎么选择 我们都会有相对应的回应 要设计好各种脚本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会变得很顺畅 所以这个DESC法则 你一定要怎么样 活用牢记在心里面 好 来 OK 好 第三个呢 叫做深入了解他人 好 各位 那什么叫做深入了解他人呢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呢 在互动过程当中 我们表达我们的想法 那对方是不是也有所回应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我先自我同理 然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接着干嘛 我们从对方的回应呢 去探究对方是怎么想的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要研究对方的情绪 而不是在意情绪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 大多数的人都只觉察到情绪就停了 举个例子来说 知道对方在生气 知道对方很难过 知道对方怎么样 OK 好像感觉起来是怎么样 是很焦虑的 好 可是你知道吗 各位 关键不在于情绪是什么 而是情绪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好 所以当你在意对方情绪的时候 你就会被对方所影响 举例 你会认为说 你干嘛说话这么大声呢 你干嘛这么生气呢 难道是我有讲到 这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你每次都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到说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对方情绪 我们其实某种程度 也会被对方情绪所影响 那我们今天讲 深入了解他的关键在于 观察对方的情绪 是为了找出背后的价值观 好 各位 所以如果你学过这个冰山理论 你就知道说 这个情绪其实都还 某程度都还算是比较表层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深入呢 好 来 简单来说 就是他到底在气什么 好 各位 所以呢 你也可以说 是深入探究对方的一次情绪 好 各位 进而发现对方真实的需求 或者是背后的信念价值观 好 所以当对方怎么样 听到你表达你的想法 然后呢 甚至听到你的建议 他怎么样 他的态度 并不是怎么样 各位 并不是很和缓的 甚至怎么样 是很反抗的 那么这时候你要记住 各位 你要观察他的这个情绪 但是探究他背后的价值观 他的信念系统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 他有哪些需求 是未被满足的呢 好 各位 这才是了解对方的关键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说 在跟老师互动过当中 老师很容易可以深入 并不是我 这个有什么高超技巧 而是我会从 这个情绪的过程当中 去探究 背后他到底期待什么 他需求什么 甚至我们会怎么样 会先引发情绪 我才有办法去探究 各位 你懂老师意思吗 好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呢 告别 卡卡人生三部曲的 我们要问 为什么你的人生会卡住 各位 好 因为你无法自在的做自己 我们的卡住的感觉 就是不顺 就在这里 那为什么你无法自在做自己呢 要么就是你不了解自己 或者是不敢表达自己 各位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 这两个因素 我要了解自己 进而能够 我要能够表达自己 好 而勇敢表达后 就要回应对方的反应 而回应的关键点 在回应对方内心真实的需求 不是回应对方的情绪 各位 这就是老师今天早上跟你分享的核心重点 其实呢 我们每天早上这个十多分钟 其实呢 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你可以呢 真的 如果真的在家没有事情的话 不要外出的话 你可以上这个YouTube 找这个老师全面驳回 那你会发现到说 以前的 我已经上面有200多部影片了 那以前的影片呢 你真的拿出来 再重新听一次 真的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那么各位 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听了不过瘾 你想要听更完整的 比如说这个老师分享 反读了书籍讲义 好 那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好 那老师呢 也在思考说 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加会更多的伙伴 让大家真的有更多的 这个学习的管道 那我们呢 也在跟我们团队在思考 该怎么样子 好 来服务大家 好 那么 最后面老师要跟大家讲 其实好的回应 就会带来良性的冲突 而你知道吗 各位 精彩的人生 都有高低起伏 其实就是创造良性的冲突 好 每一天呢 你问你自己 要怎么样子 让自己变得更精彩呢 好 人生变得更 我们讲说 它的那个顺畅 其实关键点在于 就是我们能够迎接每一种挑战 而且能够顺利过关 你知道吗 一出好看的电影 它其实一定有冲突 才会好看 可是呢 这个冲突不是卡在那个地方 这个冲突是怎么样 是可以让我关关难过 关关过 让我们一直不断的 这个趋势是往上升的 好 那么你的人生 就会是精彩人生 好 这就是老师今天早上 想跟大家分享内容 大家心情 下集中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